这个发言好了 不断发表好了 身体也好了 从前这个身体不健康啊 现在健康了 从前的面貌不圆满 现在圆满了 样样都好了 如果你也是杂羞呢 就没有这个好像 专修才有啊 不能怀疑 要有坚定的信心 决定不怀疑 决定呢 不推转 不改变 一句佛号念到底 感应不可思议 我们再翻过来 第四面 前面叫我们观察了 这观察很重要 是在讲这个五念法 礼拜 称赞 做愿 回向 都很简单 只要有真诚的心 在一念当中 很快就完成 就圆满 唯独观察 所以这个地方 想一下 很长的 这个文字 都是交给我们 观察 经很长 我们要去 详经典里面的 一阵庄严呢 真的还不晓得 从哪里想起呢 天清菩萨才把这个经文的 内容呢 把纲铃抓出来了 我们就 以他这个纲铃的方法 去想 去观 那就方便 很多了 云和观察 彼佛 国土 庄严 共同 我们怎样去观察 也就是 像这个十六观经里面呢 我们怎样去观想 说观想 我们比较容易懂 说观察了 就不懂 其实大家 要把我将才讲的这个意思 要记清楚 观 不分别 不知足 经典上讲的这个境界 清清楚楚 了了分明 这就是观察 别佛 各土 庄严 功德者 成就 不可思议 列故 整个西方世界 一正庄严 一意 皆是 不可思议 这底下是个举个比喻 像这个 莫尼 如意宝珠 得到这个宝珠 想什么 他就变现什么 这个西方童话里面讲 神灯 他比神灯还要有效 变化了 还要多多 这不可思议的 太多太多了 正如 世尊在无量寿经上 所说的 其实西方世界的人 也没有办法 说得出来 极乐世界 那个庄严 有多少种类 多少数量 没有人能说得出来 等教菩萨 也说不出来 那么天清菩萨在此地 把我们归纳 归纳十七种 这个十七大类 我们平常观想啊 就有了一个 标准了 以这个标准来观想 我们反复的 心力 可以能够达到 观察 彼佛国土 庄严 功德成就者 有十七种 从第一 庄严清静 功德成就 一直到第十七 庄严一切 诉求满足功德成就 这个十七条 我们不要念 后面一条一条介绍 我们把这段文 省掉 看底下 这个挖壶里面 这个一道十七 第一呢 是总 后面十六 是比 所以这个十七句 有总 有别 庄严清静 功德成就 寄言 观彼 世界下 胜过 三界道 这就是总说 这个寄送呢 就是上卷 上卷跟诸位报告 我们这个是下卷 上边有二十四首 寄送 第一首 是天清菩萨 皈依三宝 求三宝 加持 这个第一二首 是赞叹 求佛 加持 真正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从第三首开始 那么这个就是第三首 开头的两句 要把这个 这个 这个 二十二首 这个记字 统统 在这个 长行文里面 给我们 详细说明 那么这个就是 论的 这一部分 凡夫 凡夫人 烦恼成就 也得 生彼净土 三界 喜业 彼净 不轻 这是不断烦恼 得涅槃分 也可思议 就是不可思议 那么这一句 关闭彼世界下 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 壮严 胜过 刘大龙魁 如果从形象上输 这两个世界 不能比 但是这个地方的 肾 不是指这个意思 不是两个世界 比较 西洛世界 比我们的好 太多了 不是这个意思 它这个地方的肾 是将我们代涅 可以往生 这个就太殊胜 这就真正不可思议 使我们六道里面凡夫 都能够圆满成福 这是任何诸佛刹土里面 没有的事情 圣过三界道 它这个意思在此地 所以诸节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凡夫人是指六道 六道里面的人 是烦恼成就的 实在是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烦恼变现出来的 你有烦恼 就有六道生死轮回 你烦恼断了 你就出了三界 所以 我罗汉断断施烦恼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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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